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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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好友他特别热心 他那天发了个信息给他 他去参加了一个班 这个班呢就是 两天就可以打工 打工十天 四千分钟就是练 持续练四千分钟 打工了 我们本来是通的 人独二脉大小周全全部通 就是经常堵 我们本来是堵的 如果不堵我们还能在这活着 是吧 就算我们的人独二脉 就是你要说真正的人独二脉 他也是通的 只不过是说有时候他就堵了 堵了绕着走呗 就叫气流四水乱走呗 我们身上的气脉纠缠不前 就是因为想多了 当你如果不想多呢 那些气脉慢慢慢慢消失了 纠缠的气脉不是转化了 不是解开乱麻痹了 是消失了 根本就没有那些气脉 就像在空中那些 就像我们经常那些气脉 就像什么 修行力的时候 就像我们航展的时候 那个飞机尾巴后边那个烟 在空中画了很多烟 好像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没有的 包括佛学四大阶空 气脉脉络都是个假有 都是假设定一个佛学体系嘛 是吧 当然是人独二脉啊 奇境八卦 这是道假的说法 是吧 我们从这个先把它 先把自己看成是无形无相的 也可以 这是最高的 另外把自己看成三脉气路也可以 人独二脉 奇境八卦也可以 或者我就是个互联网也可以 看把自己当成啥呢 或者我就是金骨皮毛爱惜的说法 我就是心肝脾肺肾啊 我有肉啊 有皮啊 有筋啊 这是最物质的看法 是吧 或者大家还说 我是阴阳二气 能量 或者是修行到一定时候 物质跟能量可以转化 我就是波 我就是光 不是有些心理学这样说呢 我是光 我是波 我是震动 是吧 都对 你是震动 气脉在哪里 你是光气脉在哪里 你是波动气脉在哪里 是吧 你是无喜无喜要气脉在哪里 怎么能不通呢 我们大小周间本来通 我们本来都是佛 怎么会大小周间不通 是吧 但是 我们乱想就不通了 你坐在这儿 啥也不想可能就 但是不想也是 我们现在这个肉体上 就说你经常通经常躲 你保肉不住那个状态 而且 而且说人独二脉的通畅指的是 指的是这个大的主脉道 这个能量要具足 但是我们一般是走走走 这块堵了 我们绕了两个圈又上了 也通啊 它只不过绕着走啊 绕着走也通啊 也循环啊 就像一个胳膊 假如这个胳膊断了 是吧 假如我截肢了 这个胳膊 这个气脉也通 它也要从这个流环 如果是气脉不通 那肯定坏死了 我这个半截 它也从这个断 断臂这块要循环的 你怎么能 就是说胳膊可以断 气脉不会断的 气脉可以再结起来 再循环 气脉不通的地方 那不是坏死了 是吧 不通则痛啊 但是人家断胳膊断腿的 照样活着 人家那个胳膊 还能保有半截 不通的咱不通 是吧 是不是它程度不一样 什么程度不一样 都痛 只是 只是它是不走主脉道 比如说人独二脉不通 我们上次走这就算不通了 当时我通 当时我通 小冬天是反应特别强 嗯 就是每通一处 它是都有墙位的症 到家的是 通完了不也就没了吗 通完了 我这四天四夜没睡 身上周边的脉络会痛 是 好 到家说我们通的时候 好 比如说后脑勺通的时候 这个预诊啊 这一块就是 这个很难通的嘛 通的时候耳朵啾啾响啊 什么耳鸣啊 就就就有鸟叫啊 后边哄 耳朵里边震动啊 打雷啊 嗯 今天动地的折腾了一番 通了 头也不在了 头也消失了 别光了 气脉在哪里啊 是吧 凡是通了的地方 它就不存在 本来就如幻境嘛 气脉本来就没有啊 四大监控啊 或许 通了就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气脉了嘛 什么中脉啊 但是怎么理解就是 呃 据我那个朋友讲 那些人 嗯 那个 我不信 哈哈哈 不是 也可以说 如果这个人是 他谁呢 如果释迦牟尼佛 我联花神大师啊 迷了日巴坐在那儿 我不说 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人家的法力无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搞的 是吧 也许那个人 人家就是人家的 生死死弟子 人家就能要射手 但是如果没有 不是我心目中那些说 你就他最起码 他三生成就 他要能一天给你打 我觉得够钱 因为你的直接不改 他怎么能不赌伤呢 是吧 如果缺通了就卖通了 那是法身成就了 是吧 法身成就 他怎么 怎么还是那样的 你觉得那些 就成佛了吗 是吧 直接还是凡夫吧 也直接都 没是不是 不是佛 别说肉体转化了 是吧 不是的 真不是这样 他认为他通了吗 所以我说善有其心嘛 你怎么认为很重要啊 你认为你是个佛 你认为你是个佛 凡夫和窝囊的凡夫 那是很重要的 全是心性上的东西 有的人认为力量不大的 有的人他本来就是修行人 他层次很高的 他的念力很重要的 他的一个念头很 他在自己射身上 体会得很厉害的 他想 你不认为有些人 你今天发现外边 发生了这些高兴的事 或者是什么 你不觉得这个人站在那 荣光换发 比如抓彩票中奖了 中了600万 一看着他那种狂喜啊 真的他会脸上放光的 一看那个人进来 你就知道今天倒霉了 或者是怎么了 他说我老师我撞车了 刚才跟人家吵了一下 一看他脸就知道 其实就是怎么想嘛 是吧 他一动射体 他就影响这个气脉了 不是佛说我们 我们想一个青梅 你口水都出来了 想个酸的念头 口水就出来了 为什么 四大水大都开始冻了 念头不重要 重要 知道吧 只是有些念头影响不了我们 你每天想倒霉这事 是吧 我们就 就 就 这个气很低落 等级很低 知道吧 就是 就这样的 是吧 气能量啊 如果我们想 你想啥 真的没钱很重要 你从早到晚想的那些事情 就是让你纠结的 让你气脉纠裁的 让你觉得气脉不通的 你乱想 一千一百个念头 乱想在里边 乱想你的气脉就是 纠缠 就是纠缠的 你坐在这儿 如如不都不想了 慢慢通了 大家说 就像这位师傅说 我就是修气脉 我就是从性命双心 我就从命过去 我就把自己变成奇境 把卖人都爱卖这样 转周天啊 就是这样子转 真的是动静很大的啊 家籍啊 新卖啊 御诊啊 百慧啊 这些过的时候啊 惊迁动地气鬼神啊 好像三界都在地震 替这边 梦怀炮 那最后还不得略神怀虚啊 略虚河道啊 修到这个时候 才是佛学的最根无我境界 佛学起点就是 他只是走的漏术不一样 你今天动地只是你认为 知道吧 是的 试图了 那个也是个修法 那样修也真的是有 好厉害的 好像真的很厉害 好像月子弹爆炸 那边真的是 真的是三千大街世界 像翻了个个 真的会动的啊 是这样的 真的是过去 咦 一点 啥也没了 就这样子啊 我大概有十五天 我的身体里像腕子腕子腕子 腕子腕子 是吧 嗯 但是奔腾完都是自己闹腾的 就没了 你不起心动念 外马奔腾跟你有啥关系 你的心是包如一切 无处不在的 你如果不在那儿 在人道折腾起心动念 别说外马奔腾 一马奔腾在你旁边 你的心清净无染 连一个声音也不会进来 没有那个空灵啊 身心空灵坐在这儿 一马奔腾在这儿 不是说你不知道 而寥寥分明 是吧 不影响你的宁静啊 它不在你身体内 也不在你身体外 因为你到了最后圆满的境 你站在这儿 你不住内外 无分别境界 所有那个外马奔腾 既不在你内 也不在你外 所以它不顺你的身体 知道吧 它不在你内边奔腾 也不在外边奔腾 因为你没有内外 七大无外 七小无内 这是法身境界 你的法身 无处不在 本来定 七小无内 没有说是那个外马奔腾 那个气脉 在你身体内 还是外 这是佛学的佛学 直接切入的第一点 没有内外 所以它载不了你 所以炉灰才载不了你 如果那个外马奔腾 在你外边奔 你肯定不是 在你里边奔也不是 动静而向你肯定在那儿 而且内外都在那儿 是吧 没有啊 没有东西在你内外 因为你无内外 但是你是什么 你是一切 你就是外马奔腾 你也可以旁观 你也是那个旁观者 也是万马奔腾 你是一切 离一切像集切法 这才是空性 你就是一切 你就是一切啊 知道吧 不是你是一个神 你是一个如来 你是一个 多个一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离了外向的时候 一向也消失了 就是你那个圆满的圆绝境界也消失了 不是有一个空性在这里啊 这是个一 知道吧 这不是道家说 破了外 外法归一 一归何处啊 不是经常问你们 一归何处啊 破了外就没有一啊 破了外的时候一 没有 知道吧 万跟一是同时破的 有一就有万 知道吧 万跟一同时破 空性就呈现出来 然后 一跟万是一样的 你要是一定要有个归去 那一归外了 就是 是一样的 破了外就没有一 破了众生没有佛 知道吧 破了众生像破镜以后 没有佛像 没有佛像你就是佛 知道吧 有个佛像你就不是 有个空性的像你就不是 有个圆绝的境界你就不是 知道吧 没有境界可言到最后 如来没有境界可谈 如来甚至没有神通 因为一切都在他星象里发生 他测外法也不是说他了解 哎 这个扇子谁做的 就像我们算命一样 谁做的 哪个是公司设计的 不是这样 他 他是 他测外法也知道 外法的源头 就是说 知道你人道 你会怎么错觉 产生真道的这个时空 也这些都知道 当然他知道这个扇子 他查能查出 查出来了 因为他不会查这种东西 知道吧 所以你看释迦摩 如来啊 我们经常在西游记里面 看如来说 跟孙悟彼是 没有神通 不像二老神啊 你有72变 我有73变 跟你变 佛说神开手 上来 你要蹦出去算你赢 这叫神通吗 这不叫神通吧 他又神通啊 没有 他把手心伸出来 你蹦啊 你蹦出去算你赢啊 孙悟不是死尽蹦啊 死尽蹦 然后说是以为蹦到天边了 你知道是 他能蹦出去吗 那是他的心 他能蹦出去呢 如来是每个人的本心 你能走出你的心吗 你能蹦出你的心向 你走到天 还叫你的心跟着你 所以他怎么蹦 他的心跟着他 不是如来的手指头长那么长啊 一个如来 一个成道的这儿 身心合一啊 就是他就 他用本心合一了 法心 众生已经合一了 见相就见心啊 见相就见如来啊 是吧 见相就见空性啊 是吧 心法众生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了已经 他生存在这儿 你能蹦出来 那就是你自己的心啊 如来是你的本心 不是那边做着一个佛 当然 他能代表你的本心 所以如来的摄受力 法力无边 就因为他就是你的心 他怎么能摄受不了你呢 知道吧 所以他才法力无边 没有人能逃过自己的心 他身痛再大也逃不出去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败在如来之下 这叫法力无边 天上地上唯我独钟 那个我就是如来 不是指的那个小孩子啊 不是那样啊 所以我们现在你知道你做啥了吗 知道你有戏文听到啥了 知道大家在想成为啥了吗 因为你坐在这儿就是听 哎 闲着也是闲着 天顶能言咒吧 天顶大白咒吧 再打打坐吧 反正我烦 你想成佛啊 一定要搞清楚你想干啥啊 你学的是无上正等正觉 佛法第一地啊 你想成佛啊 你不是在列生魂 你不是去列生魂的七十二变啊 你不是在这样 你在第一地你想成如来 如来比顺库厉害很多哦 知道吧 人家都不用起心动念啊 伸个手指头他都蹦不出去啊 知道吧 哦 不是 一番长他都压在山底下 是吧 太顽脸了嘛 顽脸之心压住他 我们经常把自己的顽脸之心 剁不了就压住 压在五指身下 我们心里面经常有一些 孙猴子往前蹦啊 我们也有孙猴子经常蹦 压下 是吧 嗯 你以为你多厉害 有七十二变你就可以蹦吗 是吧 蹦不行啊 还有比你厉害的 是吧 人家都不用神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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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